大家好 我是Led 這裡是時間調查局 今天要介紹的對象呢 是周刊少年Jump 熱血漫畫的主角般的存在 號稱台灣舞蹈天花板 一德 臉有會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剛剛亮Jump牌可以嗎 這個不是 我以為是POP 哈哈哈哈 你現在收看 你現在收看的事 你現在收看的是 有會有會 臉有會的 臉有會的 時間調查 時間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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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死你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上次見面是 你最近忙嗎 帶小朋友 對就是都沒有什麼睡 哈哈哈哈 因為你最近才剛 結束原子少年的拍攝 對你才是什麼樣的 就是你有什麼想法 就是街舞就會大家更認為 因為他是一個專業 而且是必須去學習練習的 就覺得蠻好的 然後其實那時候帶少年們的時候 他們也很認真練 很多也都是以前小時候就有跳街舞 可能大眾會更覺得 哇他是可以有很多面向的 又在路上被人家攔下來 然後被要求跳舞過吧 就節目過後 有有有 然後我說 欸 請問是易德老師嗎 嗯 對我通常都會說 不是我是他弟 我是田樂的 我們要回到主題 好 OK 因為我們是時間調查局 我們會很好奇說 你的一天 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不要跟大家講 講一下 我的一天嗎 沒錯 我的一天我覺得很不一定 常常就是會變成說 早上可能就要教課接著工作 甚至有時候要接著表演 然後玩之後晚上要團練 團練完之後呢 然後晚上之後還要再當夜班警衛 皮卡的夜班警衛 我們首先要先恭喜你成為新手吧 還算行 還是現在已經有等級有練起來了 要考我嗎 我跟你講 洗澡 幫他換尿布 大便的要清 然後呢 這個餵奶 哄睡 都還行 都還行 你有覺得說 我要從小培養 皮卡的音樂品味 我會先放一些節奏比較清楚的歌 然後呢 他有培養他的品味是有點像 早上起來他就會習慣 聽一個funk 聽一個嗨歌 然後洗澡的時候 就會有配洗澡的歌 啊當然睡覺的時候 我們就會聽可能 maybe Joanne 或是聽一些比較抒情的歌 我有點像是用生活的方式 不同的階段的時候 培養他品味 大家可能會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你 對 可能就說 噢 更之前的節目就是這就是街舞認識你 哈哈跳舞很強 易德老師 你會怎麼定義你自己 身份轉換其實我覺得我還蠻習慣的 很多時候因為節目上 或者是比如說私底下教課 可能大家會認為我有不同的形象 但是其實我就是做我原本的那個自己 那很多身份不同轉換還OK 因為其實跳舞啊我們常常就是 可能不同的歌就是要轉換不同的vibe 抓到那個vibe就是會 睡你比較少 你剛剛說參加這就是熬夜嘛 紀錄保持是三天吧 沒有啊那時候對我們醉酒是48小時 真的難熬 嗯蠻難熬的 怎麼了現在在幹嘛 沒有我在製造尷尬 你是年輕人吧 我我不是 你不是嗎 我是年 煙 對不起我 我 我不算耶 我是1995年出生的 1995年算了 那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說的 這是舞 年輕人不講舞的 那我們講到POPP POPPING 有G嗎 有 確定有G嗎 POPI一片 有 有時候可以POPPING 可以一片可以不用G 有時候可以有G 阿會吵這樣嗎 有些人會吵 有些人會吵 但不是吵這個 翻譯都翻叫做機械舞 這就是街舞的關係 大家才比較知道 正趕舞 對 正趕舞 正趕舞幹什麼 對 年輕人不講 怎麼開始想要學POPPING 雖然是蠻早就開始接觸到跳舞 我是對 我03年開始跳 其實最早就是看 Michael Jackson 就是看很多 但是不知道怎麼跳 Chino V嗎 就是播MV跟MV中間 然後呢 他會有小單元 就這些我就很認真學 但一直都沒有機會 然後呢 到的是國中畢業旅行的時候 一個大哥哥 他就是沒事就開始跳POPPING 然後是我第一次見到就是LIVE的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要過去我就說 欸哥哥我可以跟你學嗎 然後他就說 阿這很難啦 你學不會啦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在我心中 就是一直很扎這個根 就是我很想學 但又學不到 然後他就說很難 然後你一上高中 是新竹高中 現在熱舞社的文化就是說 他會有很多的組別讓你學 我們那時候還沒有啦 可能也只有四個人 所以也分不了 什麼風格都要練 但是我就很喜歡POPPING 而且那時候學長就是 隱形表演的時候 他們就做一個這樣 然後我就決定要了 因為我自己以前也是熱舞社的 喔 喔 對沒錯 那要秀一下嗎 先不要 先不要 高中大學社團都會有這種 學長學弟字 或是學姐學妹字 祖宗嘛 我們就是男校 嗯 所以講話都蠻難笑 所以呢 那時候其實學長學弟字超重 我那時候是我就是沒有練好 然後我要跟學長就 欸學長學長學長 然後我要打招呼 學長是走過去完全不理這樣 可惡 學長在裝學長 什麼就是有時候 不是才大我一歲嗎 搞什麼鬼這樣 對 度還被學長覺得 我可能太暗現嗎 太囂張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們那時候 第一個表演要 Audition 要征選 在司令台所有人跳完之後 然後學長就說 大家可以背對他們 然後閉上眼睛 點到轉過來 你就可以張開眼睛 就代表你上 第一個就點到我 但是呢 點完我之後 他叫所有人就可以張開眼睛 然後跟我說 但是有一個學長就是 很聽我 他就覺得說 欸我覺得你可以練起來 然後沒事就帶我 沒事就帶我 然後我就想要讓學長 不要浪費時間在我身上 好像我沒有進步 其實後來越來越 我覺得那個 會比較深厚 深厚 深厚是什麼 深厚 例如說你可能一開始是興趣嘛 對 然後你可能進入 半職業 就是你有一個想要 往職業前進的這個 是什麼時候開始猛洋 在一開始我會喜歡 跳舞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我很喜歡 問過我的老師說就是 欸如果人生就只是這樣 考大學 然後好的工作 然後勒就這樣 我覺得一開始跳舞是一個我 找到我很喜歡的東西 然後他按某種程度 可能也可以幫助我逃避 去面對我現在 覺得我 無法改變的現實 升學壓力 對 應該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到後來 轉折點是 開始登的幹部 那時候我是高中有跳過 大一的心聲 我就直接帶他們 視你為領袖 然後 同屆的嘛 大家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我會有一個 可能教人 對 有一個責任心 就覺得 我要變得更強 因為又是幹部 又代表這學校 一個榮譽感 然後呢 以前又一直帶他們 那我要分享給他們的時候 不過覺得我一定要言之有無 那我就要再去進修 我要練習 你就開啟了一個循環這樣 好像是 嗨大家好 我是Lens 這裡是連友會 如果喜歡時間調查局的話 麻煩你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感謝你們 舞蹈老師 或者是舞者們 很常出國進修 對 就是說 為什麼會想要出國進修 幹 你要去 你要學就要 找最Original的學啦 對 猜出來哪個老師嗎 像比如我舉例 我第一次去LA的時候 結果我一天就超趕 我到了那邊 然後呢 半小時之後 我就說 欸我要先走了 到哪之後我要這樣 然後後來 Key Boogie就說 Yo Bro We just do one thing one day You know 老師常會說 Oh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就不用急 就是你可以練習 把一個東西Pose 所以我後來也是 就出國之後 才了解到 哇 其實跳舞之外 是他們的生活的那個方式 Lifestyle 就會影響他們的dance style 我剛覺得你在講那個停 跳舞一定很容易 大家會一開始害怕慢下來 或是害怕停下來的時候 會尷尬 但其實Funk很重要 像 Old School 我們會講的 像Locking 它就有Pinta Lock 或是B-Boy有Freeze Popping有Dime Stop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就會講 就是有時候 停的時候反而可以創造更多 我覺得停下來可以創造這個 蠻Deep的 不只是跳舞 好像甚至是很多做音樂的時候 我在想說什麼Jay-Z 他不在乎要把那個B填滿 然後他就會 他唱個一兩句 哒哒哒哒哒哒 然後後面就 卡 就讓那個鼓出來 然後他肯下一句才跟著進去 他在那個B上面很愜意 感覺好像在L.A.就會這樣 但雖然他是紐約人 有什麼在L.A.遇到有趣的事情 So K-Boogie他們晚上就有辦一Party 然後說在China Town 我們就走路啊搭車 因為那時候沒有租車 然後他是晚上12點1點 然後都沒有人走在路上 然後我們就走 那在美國對啊 大衆交通運輸工具應該蠻危險的 我是後來才知道 他們就跟我說 蛤 你是說大衆 而且還走路 就是他們說晚上在China Town 其實地人都會開車這樣 可以不可以他們找認識的人 就送我們到最近的火車站 我們就是睡在車站 一整晚這樣 到早上 你看我 剛我們的開頭不是說 那是周刊少年教的男主角嗎 這種大心臟 就是只有熱血漫畫男主角才擁有 就是你到哪裡你都覺得 沒事 暗啊 沒有啦 我覺得我是應該是傻 就是 可能就我沒想太多 我那時候去紐約也是真的傻 就是他們路上都會有那種賣 就是GCD You wanna mix tape bro 對對然後就free cd 然後就一拿到之後 他就說what your name 然後呢一簽名 簽完名之後呢 他就跟我要錢 就是其實太很相信人啦 但是也有被騙過 對然後我那時候就說 那我不要你不是說free嗎 呃 對結果就 他說你簽名了 我就被圍到旁邊 一群就黑人這樣 然後就這樣 Show me your love 然後就這樣 Show me your love Show me your love 對 那時候我被很多前輩說 就是我是我吃啊 那時候真的就是這樣 帶一箱的泡麵 嗯 然後住那種青年旅社是八個人一起住的 你都不認識 就是反正能省就省 還睡過老師家地板 跳舞老師蠻多也都是蠻熟當地的一些朋友 所以他就說 有在地的勢力這樣 應該是 他們就說晚上哪裡不要去 然後或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就打給我 所以我覺得我算是遇到蠻多好人啦 好的老師 就是 殺人要殺我 除了free cd 嗯 想說你可能畢業然後開始有教課 但另外一部分可能是 例如說像是比賽 嗯 或是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沒有辦 想要住舞團 對 跳舞畢竟還是一群人跳比較好 Wonderland是你的第一個 然後再來你就後面 現在小朋友可能不知道 後面有很多陸續的團 介紹一下你的跳舞的歷史 第一個團就Wonderland 是那時候我的老師小明老師 他就找了各個學校 他覺得不錯的學生一起練舞 練一練後來我們就覺得 欸 有幾個不錯 我就問說要不要一起組團 後來不是每一個人 都想要走職業dancer 還是想衝這一塊 然後我就有被很厲害的團 叫GY Golden U 他們是算是可能那時候 就還蠻獎金獵人 武林大道要踢館 被節目找去當魔王 跳一跳之後就覺得 欸 不然就一起比賽 後來呢 開始跟 Triple Force很好 然後他們就說 欸不然我們就又再併一團 就有HIPHOP跟有POPPING 嗯 就組了一團叫做 JBOSS 算是同期的時候 我開始創立 BWO 嗯 你的這四個團 團員都掉到水裡 你會救哪個團的 就要來這種就對了 沒錯 好 我覺得我 都不會救 蛤 你都不會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大家 都蠻會 跳Wave的 所以應該蠻會游的 Wave 因為我也是怎麼回事啊 就是是什麼原因 會決定說 喔好 我決定我現在要創一個舞 類似像是我自己的Family 這種感覺 我們以前練舞很常就是在 不管在中正啊 在國館啊 在 青森橋下 就很常會練到被抗議啊 被趕啊 所以一直很想要有一個地方 嗯 然後剛好那時候我會去韓國 去了Holding 就是一個舞者他們的教室 他就是 算他有出 他出錢 嗯 然後大家一起衝 這樣就住在那 我後來才知道其實韓國他們 像比如我剛剛講 PoppingJ 他們最早是 楊賢俊 就是也是一個唱跳的藝人 然後也是算是有點這樣 他就是租了一個 別墅嘛 就是那種就是好幾場 讓大家住 然後大家一起衝 然後有時候會幫他跳MV 嗯 就他們是這樣 所以可能 現在他們的underground 跟那個商業 算是還連得滿上的 反正我就蠻想要有這種感覺的 嗯 然後就我後來回台灣之後 我就 對 然後我們就找了一個地方 然後就住在那 就把客廳改造成教室 嗯 也算是這樣 然後開始的Blue Nation的第一屆 所以Blue Nation的第一屆 大概是什麼 什麼時候 2012 你會覺得他 對你來講 最特別的點在哪裡 我覺得最特別的點就是 有一群人可以一起努力 一起參與 Joy你正在做的這件事 不管是辦比賽 然後不管是 可能我們想要做一些 新的嘗試 可能我也算是一個 大家長 所以我也會有一個歸屬感 我會更相信我自己 這種感覺 那出國比賽又是一個 另外的感覺 有點像是 就是在跟其他同樣喜歡這個文化的圈子證明自己 也想要讓人家看一下就是 台灣也是有一些厲害的舞者 然後呢 讓他們更認識我們這樣 如果有可以讓他們 shock 到 讓他們驚艷到 就是 會是蠻好玩的 還有 出去比賽 這會有太多 很爆笑的事情 有一次很特別啊 我們去日本比賽一群 Family Old School Night 然後我們就要趕飛機啊 我們有一個人就是會注意時間的 他說OK啦還OK啦 走然後還去逛街幹嘛 發現 欸 我們看錯時間了 是台灣的時間 所以日本快一個小時嘛 大概我們快十個人 全部不能上飛機 然後那時候想 哇不行 然後我們就狂求到最後 然後他就說 好啦 不然 可以讓你們上飛機 但是你們所有的這些行李都不行 我們就所有人就會蠻屌 我們就絕對說 欸 大家有沒有塑膠袋 然後每個人都聖誕老公 然後用跑的衝上飛機 已經在等我們了 一上飛機 我還記得所有人都這樣看著我們 最後終於上飛機 你決定說你要去做一些更不同的場子 就是為了你的家族 Blue Nation就是十屆啊 有遇到過很多學生 老師我要跟你一起當老師 還有曾經就是一起住這樣 好 然後每天練舞這樣 然後就很熱血 然後到最後就是 晚上喝酒哭說 老師我要 我不冷了我要回去 就是我至少要找個工作 因為還是要養 我自己或給家裡錢 所以我其實經歷過兩次嘛 三次這樣的輪回 你會覺得越來越你要扛起來 對我會覺得就 以前就是帶人要帶心嘛 可是後來就想要帶錢給他們 就是我覺得 沒有辦法活下去 沒有辦法 它是更大的一個產業 那其實他這樣子 相信我然後跟著我 但最後 我也不能給他什麼 那時候就覺得蠻差的 所以就會想要認真的把 那是不是可以經營起來 一個系統或是一個團隊 那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同學請 請去Book Studio的IG上面 看一下什麼時候可以上課 趕快去上課 哇哇 謝謝謝謝 現在進入一下 易德老師的業配時間 好 OK 歡迎來Book Studio 對裡頭沒有我的課 嗨大家好 我是Lenz 你現在收看的是時間調查局 時間調查局的周邊商品 已經全數在聯友會 國際官方旗艦商城上架 這裡有襪子 杯墊 手機支架 還有DG的貼紙包 請大家快點用新台幣來支持我們 感謝各位 你覺得例如說在帶學生的時候 尤其是我覺得因為popping 它是從黑人文化開始 就是你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就說我喜歡一個國外的文化 但是我今天是要交給這裡的學生 我覺得一定要先讓他們了解 原汁原味 Origino 會讓他們看很多影片 看很多OG 但是我自己覺得我是受我 剛剛講小明老師的影響 就是我那時候以前跳舞 我們就是都是聽G-Funk 然後聽很多Electro 結果呢小明老師那時候我上他專攻班 他第一堂吧 就是放龍飛 然後放那種樂語 多得他 又放五百 然後老師就用各種solo 然後重點是超帥 你只會用這種歌跳舞 你是24小時都聽這種歌 我就不信你不會聽其他歌 就那種感覺 那時候其實就算蠻打開我的思想 更能連結我們的情緒跟生活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也是我喜歡popping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它很 它有很多智能 你懂了那個方向跟那個概念之後 你可以去做很多不同的表情 我後來呢開始變成是我在教學生的時候 我就會說 你們一定要找你們 用Fu的歌 就是中文歌也都可以 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甚至很常的時候會 走啊 GKDB GKDB練舞 就學生感覺對你也是很蠻重要的 而且以前就是我團員他們都會說 一得喔一得就是 只要沒力了 但是有學生他就有力了 就是只要有人在的時候 或是我要教他的時候 我會讓我想辦法讓我自己變得更強大 我也喜歡跟學生相處 因為我覺得他們很pure 他們很很 就不會 就是我覺得他們很很純 他們就是只想要變強 只要我有教過我課或表演 他們都會給我信封袋嘛 你頭可能是費用 課費 然後我會把那些信封袋就是都 收集起來 謝謝這些學生他們 他們願意找我上課 讓我自己也是有一個 更有一個感覺就是 我是老師所以我要 父親有的責任 對對對 幫你的學生找到更多的機會 所以你會想要做出更多的嘗試 也是因為這樣你才去比 這就是介舞 因為 找不到初落 沒有 是這樣嗎 沒有 是因為剛好他們看到我一個judge solo 反正我老婆就 說你就去比一下 就是 說不定你第一輪就 結束就回來了 當作認識朋友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蛤我就已經準備要訂下來了 因為原本都已經講好 我們要一起衝 然後已經很多花費 裝潢教室什麼時候開幕 結果我這時候說我要出去了 團員們也很體諒我 團員們也很體諒我 他們就說好 你就反正去衝衝看這樣 你就是 是在小豬羅志祥的戰隊裡面嗎 沒錯 過 你當初選他的戰隊 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沒有他是基隆Locking王 是這樣嗎 我覺得他比較 喜歡old school 他也喜歡Locking王 所以我 那時候就會想要選擇他的戰隊 他好像也是更符合你 你的那種一起努力 一起幹話的那種style 就後來進了隊之後 就發現他真的很照顧身邊的人 他那時候有玩一個遊戲就是 跳舞黑白色有玩過嗎 沒有 這是什麼 站起來一下 因為我自己以前也是熱舞色的 對沒錯 那要秀一下嗎 我們現在這樣 我們1的時候就比 然後有時候講到手部 然後比如就像黑白色 然後呢我贏的時候就我比 然後你頭就要彈 但是我們就要跳滿一個8 好 你贏了所以你先比 我贏了 然後5 6 7 8 然後我們就要音樂 1 2 3 4 5 6 7 8 要不要 好像可以了 好教授喔 不 還是你先 好我先 很久沒有跳舞了 HIPPOP黑白色 欸 換我 欸這個太 5 6 7 你轉向 哪有人突然轉向 好啦OK啦 我們算是不分勝負啦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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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過嗎 這樣有過嗎 過一半 過過 過一半 過 很High 很High喔 整個人都熱起來了 對 例如說像是跳舞在表演 都會分 大小跳 會帶著他們去做冥想 的動作 對 這個是那時候我們Wonderland 在比賽的時候 因為我們 我們是很爆的一群人 他要我們大家冷靜 然後呢現在不准跳 就聽音樂 自己其實有時候會冥想 有時候他蠻幫助我就是冷靜的 教少年們土星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就是 全力大跳 大跳完之後呢 再好好的閉眼睛 想一下你在舞台上的時候 然後去好好聽有沒有有一些音樂 因為其實我們分心嘛 或是會有很多需要你專注的事 不管燈光 然後突然一直很多東西在變 然後攝影師導演 很High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狀況是沒有感受到 你就會太亢奮 你就一直在自己的那個時間裡面 沒錯 主要也是想看他們錄節目累不累 會被睡著這樣 就明想明到一半這樣 對 他們就後來就每次都看到我 都說 老師我等到這裡想 你怎麼看待未來的 台灣的這些 不同的小權力 或者是你怎麼看待這些 因為我覺得一個 如果說 所以 underground 跟商業 可以越能流通 年輕人至少會覺得說 欸我在這邊我有很多選擇 嗯 我可以去做 比如說可能是要走比較節目 或是我還是要走很underground的 我要走battle的 我要教課 我覺得 就讓這個路更廣的時候 其實這個文化一定會有更多人 願意花時間去練習去 去同路參與 你有跟我提到過 我覺得很帥的一句話 就是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你都還是希望你 被記得的是 你是一個跳舞的人 就我希望我先是個舞者俗身 所以到時候被大家認識 就還是覺得我是個舞者 我不想要就是 開始後來 比如說 有一些其他機會 而放棄我原本這個舞者 我希望大家還是知道 我是一個舞者 那舞者 也可以站在這些台上 帶給大家 不同的享受也好 或是去創造他們自己的價值 我覺得這是我的根 光舞者這件事情 其實是可以 就已經可以 有很多可能性 對 因為我們按照慣例 連演會的結尾要有個笑話 來喔 準備好囉 來 這個象棋 算是我們這個一個 非常傳統的一個文化 像棋有這麼多的棋子喔 博大金森 博大金森 有一個棋子很熱情 他最熱情 請問 是哪一個棋 哪一個棋喔 告訴你好不好 好你說 是 為什麼 因為是在哈囉 哈囉 蠻有趣的論點 就是說現在有趣的事情太多了 就我這個我被罵 我有點錯腿了 我就可以去選其他的事情 對 但以前沒有以前就是 想開一圈 以前也沒什麼東西 我還是跳舞好了 對 而且因為以前跳舞的人也不多 如果假設真的跟著老師學 然後被他罵一罵 我就跑了 可是很常會遇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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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